首先来欢迎我们的Amanda老师 Amanda老师 教授问你 老师好 老师好 来来来 这Amanda老师 Amanda老师平常在我们节目里面 都是算什么的啊 是算星座的 哎哟 来来来 老师先生大家问好 各位大哥大姐还有很多看起来 比我年轻的妹妹们大家好 我是Amanda 谢谢 我们跟命迪老师 我们老师这么多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同的缘分 有的人会觉得 我看这个老师就跟我好合 就会有这种感觉 这个叫相应 有看到Amanda老师就觉得 哎哟 我跟她好合 好相应的 有没有 来跟举手了 谢谢 谢谢先生 有看到你的害羞的朋友 哦 来来来 就相应 今天的铁幕就是我叫你们举手 就举手就做一个 好 来 来 Amanda老师告诉我们一下 我们2018年的水星逆行的状况 真的是让大家我们要小心的 有哪几个星座 好 我先想请问在场有没有牡羊座的朋友 有的话 第一坡种枪要注意 要注意 好 然后有没有这个天秤座的朋友 也有的话 也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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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然后巨蟹呢 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摩羯 这里 都有 这个我们在三月份 遇到的水星逆行 很要特别注意就是 在这段期间 如果我们要开行一个新的计划 比如说一些新的合约要谈 或是一个新的工作要谈的时候 不要多多的三思 不要贸然的签订合约 免得后续会有一些 什么后悔 然后来不及处理的情况 就是重要的决定 要稍微想一下 对的 对的 老师你每次讲 电视节目上讲 想一下 要想多久 要想多久 要不多想的三天三夜 就是张惠妹 张惠妹的歌是七天七夜 三天三夜 对嘛 三天三夜唱完的时候 就差不多想完了 好 那再来现场有没有 这个狮子座的朋友 有 好 手机包我看到了 这边 大姐 獅子座 好 有没有这个金牛座的朋友 也有 金牛座 你有很爱情吗 有 不爱情 不是继续 有没有天蝎座的朋友 天蝎座 你有很爱谈恋爱吗 水瓶座的朋友 水瓶座 好 那我们在七月份 七月份还有一次雪星逆行 也要注意 是 这段时间可能很容易 跟家人跟朋友跟我们的情人产生冲突 甚至这种好朋友之间 我们要讲话的时候 可能要多多的这个言语 不要太冲漏 好 要不然很多话一讲出来 你后悔 你又不好意思 这样子就伤了感情了 好 那最后 最后我想问 现场有没有这个 射手座的朋友 射手座 射手座 都很勇敢 马上举出双手 然后呢 有没有这个 双子座的朋友 也有 助女座呢 助女座也有 挺多的 挺多的 好 好 这个我们在今年十一月底的时候 还有一次水星逆行 好 这次时候是我们年底特别要 太早了啦 现在才一月 对不对 先通通写在笔记本上面 好 一月之后去 自我提醒一下 当然我们欢迎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 随时都会提醒大家 关于水星逆行的各种需要注意的情况 是是是 好啦 谢谢老师 哦 谢谢老师 谢谢